每年的6月20號是世界難民日 聯合國難民署指出 截至2015年年底 全世界流離失所的難民 高達6530萬人 比全英國的人口還多 聯合國難民親善大使 安傑莉娜-求利呼籲 儘管全球各地的排外情緒高漲 但我們應該化恐懼為動力 指定對的政策 才能降低安全威脅 否則只會引發更多重疑 在南海仲裁案即將宣判的敏感時刻 美國罕見派出史坦尼斯號及雷根號 兩個航母戰鬥群在菲律賓海演習 投入12000名海軍官兵 140架戰鬥機 6艘水面作戰艦艇等軍力 美國海軍最高指揮官李查森 20號表示 這是針對中國在南海擴張軍力的回應 也展現美國穩定區域安全的決心 南美洲產油大國委內瑞拉 受到國際油價大跌 以及經濟政策失當的衝擊 通過膨脹嚴重 同時爆發糧食危機 過去兩星期出現 幾十起打劫店家和街頭暴動事件 政府派士兵看守麵包店和運糧車 當地政局也動盪不安 反對派推動罷免總統馬杜洛的公投 而馬杜洛則反咬反對派 在幕後煽動民眾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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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